假设如果这一次Rafizzi又再输掉的话 他会不会重演2018年这样淡出前线 专心来搞他的info呢 这其实大家都有点担心 因为感觉上他是马来精英青年才俊 然后有一股傲气输了的话 就take down low了 我就离开 然后我就搞我自己的info 还是搞其他东西 那么这一次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 其中一个在很多地方都有人问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Rafizzi有试过放假 但是其实如果你讲 Sifutin也是有试过放假的 所谓的放假 当然没有正式的请假 但是他没有活跃在党内 其实我看Rafizzi也是有回答 他的回答是不会 为什么他是要 他重入政坛不是只是重新共振党 所以共振党的党选职 他重新进入政坛过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 其实他是希望能够成为国会议员 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个 他已经没有那个法庭的那个约束了 那个案件的约束 所以他希望可以竞选一个国会 然后希望他能够胜选成为国会议员 然后他才能够 他才能够有更大的平台去发挥 所以如果他想成为国会议员 他也没有可能是 我又不要完了 我又去invoke 然后怎么样让你成为候选人呢 所以他已经解释过这个是不可能发生 然后他也解释过 当时候为什么他会放假 有很多理由了 所以其实很长 所以也不方便在这里 可能看回我们的campaign的live 之前的live都有提 几乎是每一场都有提